Ladies and gentlemen 第57屆 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 得獎的是 黃子佳 Lulu 黃露子怡 原來你拿獎是這個感覺 恭喜Lulu 何喜Lulu 供孤六年 終於在金鐘五七奪金 拿下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今年剛好是我入行第十年 我其實每一年坐在第一排的時候 我都覺得離台上很近 然後我每次聽到得獎的人說 我都沒有心理準備 我其實都準備好了 我很開心我夾夾實實的花了十年 從第一排走到這裡 讓我知道其實主持這份工作 是非常神聖的 我還有一個愛馬仕 他說我得獎要給我愛馬仕 如果他今天得了 我就送他一個愛馬仕 我真的不知道 從台下走上的視野是那樣子 我剛剛已經有一種好像 那個忠誠誠就這樣 對你的師父說一句話吧 三人嘿喔 三人嘿喔 愛你喔 最大獎綜藝節目獎 則由大嘻哈時代拿下 小S 西地小聊 無論節目或主持人都雙雙共孤 在評審透露在主持人獎上 他其實質疑一票 贏恨 剛剛那個評審說 差一票贏小S 交掉到獎項 真的嗎 差一票贏 主持人罵 而憲哥的綜藝大人們 與綜藝玩很大 雖然雙雙落榜 但 大家好 我是第一代傑夫阿喜樂 大家還記得嗎 每個入圍的節目 都是觀眾最喜歡的 也是最棒的節目 OK 每個人的節目 每個人的節目 也都是最棒的 最豬人妻 綜藝節目獎 來講的是 綜藝玩很大 同學學兄 我們要送給我們天上的這個兄弟 因為他實在是非常的可惜沒有得到 對 但今天呢 我們幫他完成了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會把這個獎盃送給他 不行啦 親一個囉 這個 我們老婆會吃醋耶 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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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配合度好高 歡迎我的頒獎搭檔 史上第一次 慢慢來慢慢來 玉米 這是你的祖先嗎 你可以說話嗎 打開來我不會念你名字喔 你可以回去了 你真的無聊喔 這是有原因的 麻煩不要隨便接話 梗都在後面 如果剛剛你有猜對裡面沒有小玉米 那你很聰明 那你很聰明 這就是意志節目 要帶給你的動腦氣會 剛剛看到你們的反應 有一點緊張 有一點失落 這叫實境節目 楊貴妹 失明算 溫真琳 林伯侯 我恭喜溫瑟 我覺得你是我們的吉祥物 你知道軟山 真的 軟山四季 入圍最佳節目 然後三季入圍最佳主持人 那前兩季都沒有拿 前兩季都沒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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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季有你 然後你就拿了 你看你是不是我們的 衝